Hello 这里是带大家坦修宇宙的科恨热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脉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时空春夜电影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她讲述了一个患有慢性时间粗微症的男人 不断地在过去和将来穿越的故事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同样是由时空恋旅人的女主演魏秋出演 不过这次的结局并没有那么完美 也无法超越时空恋旅人在我心里的地位 不少人认为电影少了原著中那种浪漫文底的韵味 就我而言 我觉得这还是一部值得去看的电影 又是一个圣诞节 幼小的亨利和妈妈坐在车里 不顺遭遇了车祸 天旋地转间 她回了两周前的家里 看到了自己和爸爸妈妈 正齐了荣荣的读着故事书 然而下一秒 她又回到了车祸现场 一个陌生的男人急切地走过来安慰她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因为她就是长大后的亨利 她拥有时空穿越的能力 幻音刚落 她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堆衣服在雪地里 浑身赤裸的亨利回到了自己的时空 现在的她身处图书馆中 是一名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症的图书管理员 刚刚突然发病导致的时空穿越 导致她的衣服和图书散落了一地 她从容地穿好衣服和朋友会合 似乎已经习惯着突如其来的一切 第二天 一个女人克埃尔来图书馆看书 当她看到亨利后 显得非常惊喜 因为亨利曾跟她说 他们一定会相遇 可是现在的亨利却并不认识这个女人 而克莱尔竟然知道亨利最喜欢的餐厅 还约她逛几晚餐 对此感到疑惑的亨利答应赴约 当晚两人在餐厅见面 克莱尔告诉亨利 在她六岁的时候 他们就认识了 因为比现在身为年长一些的亨利 通过时空穿越到她家的后院 她时常在那里玩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那里聊天 亨利也会跟她说自己时空穿越的事情 命中注定的两个人 就这样非常迅速的在一起了 当克莱尔问及亨利时空穿越的感受时 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穿越地点一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时刻 有时候也会是一些完全陌生的地点 每次穿越她都一丝不挂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找衣服穿 穿越的时间也不固定 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未来 所以她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 等待着下一次的消失 尽管她会见到一些身位中很重要的人 但是她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发展的轨迹 比如她就无法挽救自己车祸身亡的母亲 这天她又在一次穿越中 遇到了还没过世的母亲 那个时候的小亨利才三岁 而现在的自己和母亲一样大 幸好母亲是个音乐家 亨利能够通过自己对音乐的喜爱 来对母亲表达我爱你 可是该说的话说完后 亨利还是要面对分离 在母亲的启发下她决定 和接纳自己一切的克莱尔结婚 克莱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就到了结婚的日子 亨利却很不合时宜地穿越消失了 幸好未来的她穿越了回来 于是大家都看到了长出白发的中年男人 和二十岁的美丽少女悬世的一幕 我想和同一个人结婚 应该无论多少次都不算重婚吧 婚后的生活也依然没有什么波澜 除了亨利经常洗澡的时候消失 只留下源源不断浪费水的花洒 整理餐盘的时候消失 将碗碟全都打碎 克莱尔虽然对此已经习惯 但是她也需要人陪 原本穿越并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夸张的是亨利这次竟然离开了两周 当她两周后回到家里 面对的是满脸韵色的克莱尔 她有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家里对她来说已经太小了 她最想和亨利分享的瞬间 她却不在 现在她需要出门去工作 没有时间来和亨利谈他们之间的事情 不过幸好亨利不是个钢铁直男 她在克莱尔工作的地方等了一天 让深夜下班的克莱尔顿时怒起全消 亨利还带了一个赔罪礼物 价值500万的彩票号码 虽然这是作弊 but who cares 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栋大房子 让克莱尔拥有了一个超大的工作室 可不幸也随之而来 复古中枪的亨利出现在了新房子里 并且很快就消失了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但是克莱尔注意到了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亨利40岁以后的样子 所以说那次的中枪 应该直接导致了亨利的死亡 克莱尔有些绝望 因为他刚刚怀孕 他不想自己的孩子没有爸爸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 也让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克莱尔无故流产了 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 很有可能遗传了亨利的基因 在子宫里就开始穿越了 亨利立马去找一圈学教授 想知道如何让克莱尔安全地度过运气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合适的解决办法 多次的流产甚至可能会危及 克莱尔的生命安全 可克莱尔执意要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 于是亨利一不做二不休 去做了决于手术 但是他忘了自己时间旅行者的身份 从前的亨利也可以穿越到现在 来让克莱尔怀孕 这应该不算背叛吧 克莱尔认为是压力导致了时间旅行 那么他只需要冷静下来 拥有一个最安静的认沉期 就能够让孩子安全出生 克莱尔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但是他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另外孩子随时有可能进行时空旅行 导致克莱尔再次流产陷入危险 焦虑让亨利在洗漱的时候 进行了时空旅行 然而这次他娱乐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女孩一见到他就扑上来叫他爸爸 还说自己听过奶奶在居然唱歌 原来亨利这次穿越到了未来 眼前的小女孩正是他的女儿 同样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症的他 可以自己选择穿越到任何时间和地点 不过现在的亨利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因为亨利在他五岁的时候中相死了 这场短暂的谈话 很快就以亨利回到现实结束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女孩顺利的出生 并且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五岁生日 未来的他甚至能穿越到现在和自己玩 真是实名智羡慕 不过两个小女孩谈话结束后 女儿却情绪低落地回到家看了亨利一眼 亨利知道该发生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他死亡的日子已经见在眼前了 克莱尔也从女儿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多希望能够留住时间 但时间总是猝不及防就从指缝溜走 在某个不平凡的日子 亨利请来了许多朋友亲人 因为他不想再死的时候让克莱尔觉得太孤单 新年的钟声敲响 亨利进行了时间旅行 却在途中不幸被子弹击中 当场毙命 亨利死后只剩母女俩一起生活 女儿长大到了九岁 她正在草地上和伙伴们玩耍 39岁的亨利突然穿越了过来 她很意外自己都死了四年了 克莱尔还会在草丛里放上衣服 等着她回来 女儿立刻让伙伴们把克莱尔叫来 见她日思夜想混迁梦绕的人 克莱尔不顾一切地跑向亨利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可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亨利再次消失在了母女俩眼前 他们没有办法留住亨利 不过他们会永远心存等待 等着亨利在某一天 突然从过去传言来看看他们 好了 今年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等待之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